看不懂 我记得 不记得 心智障碍者进入文化场馆时 经常要面对资讯太艰难复杂 阅读负荷量过高的困境 为落实资讯无障碍 针对不同障别提供世界服务 台北市文化局从107年起 持续设计文化馆所一读手册 并举办北北基陶一读行销继成果发表 透过历年手册成果展示 以及现场导览解说 传递平权概念与成果 其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一直在推动文化平权 这个工作上不遗疑的在进行 那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就开始推动一读手册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主要是因为 其实大家到一个管所 可能对于无障碍环境这件事情 会去看看他们无障碍的波道 电梯等等 但是其实到了一个一文管所 你要怎么理解这个管所 所要传递给你的 不管是场馆的精神 或者是他展览的内容等等 那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 其实有时候看资料 它的复杂性跟文字量 也许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 那我们就觉得对于可能一些心智障碍的朋友来讲 那他们又该怎么样可以透过管所参观 可以接受到这一些资讯 所以从107年开始 我们就是开始推动一文管所的 阅读手册这样子的工作 那做了几年我们也很开心 就是今年其实包含我们有一个北北基陶的平台 那相关的县市的文化局也都共同来推动这件事情 那所以以台北市来讲 我们在今年底 年底就完成23个观所的一读手册的制作 那新北 桃园 基隆也陆续都有相关的成果展现 那我们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成效 可以进一步从北北基陶 拓展到台湾的其他角落 那希望可以更落实文化平权这件事情 那也让可能心智障碍者 他们可以有跟大家一样 可以来接近这一些文化管所的机会 一读手册透过容易阅读的呈现方式 以及浅白好懂的咨询内容 从排版 字体 色彩到字词的选用 都有不同的设计要点 文化局也依据五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管所 量身打造一读手册 翻转心智障碍者的文化参与体验 其实它从文字的撰写到包含就是 整个图像的符码 色彩计划等等 都是有经过相关的学者专家 一起来共同参与完成 怎么样的文字可以让 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更容易理解 然后什么样的图像设计 然后色彩的搭配 那机能性的使用要怎么样去呈现 这都有一套的机制在运行 那透过这样子的设计可以让他们就是 在一文管所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讯息 其实对于现在的人来讲 除了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之外 这些管所其实也扮演着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那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更轻易的可以接近 然后可以更理解我们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大部分人都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手册的制作 让他们第一个是他在阅读上更加的容易异动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那也因为我们从第一年推出之后 受到蛮多正面的评价 所以我们自己就逐年地来推动这件事情 那就觉得说可能对某些族群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出版物的存在 对他们来讲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石板计划 那推行了之后就觉得有它很正面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逐步的来拓展到其他的管缩 我们在做这本意图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的教案跟互动体验 把它完全融入进去 我们并不是想说这里有这段文字 我做简化就结束了 我们是打算从头开始 所以可以给大家看 这个生态律元我们在思考是怎么样把自然感官的体验 结合起来 所以当时第一本的时候 我们里面有非常多内容是 例如说什么是树体 树体在哪里 你去触摸你去感受 所以我们把武感带进来 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做这个像有些植物 它是有香味的 我们也会在里面引导说 你可能要去闻一闻 那我们也常常用科学绘图 照片的方式去操作 那包含了植物的生活应用是什么 所以我们自己也去画了很多像便当盒 这个拖鞋 各式各样 所以让它知道说 原来这个植物之外 我延伸出更多的生活体验 而生活体验是 至今最容易去眼睫跟学习意见的东西 红楼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红楼它以前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个市场买在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老照片 可是我们不只是历史的老照片而已 我们因为要让它理解 所以我们把绘本的方式把它呈现 所以有老的照片 有新的绘本 两边结合在一起 而更重要的是 其实新闻红楼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其实是做一个文创的商店园区 它重点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商店街 有很多的文创商品 要去里面去做购买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说 市场其实是一个买同性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客人 所以我们里面就开始教导他们 怎么样去逛一些经验品的商店 文创商店 你可以做什么 你不应该做什么 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引导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一读它不再只是说 知识性的内容而已 不然它的生活 怎么跟这个空间 产生一点点连接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 虎台阶阳楼一样 它其实有在教一些石材 这些石材的由来 为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画了这样子的故事 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看到这些石头 这台之于哪里 虎台阶阳楼其实当时还做了 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因为虎台阶阳楼的二楼 其实它也会一直换展 每半年一年就会换成展 所以当时我们还有做一个规范 让二楼的展览 如果未来想要更新的话 它是可以插件 插在我们的外部里面的 所以在这个疫毒手册 其实我知道大家常常会遇到 幻展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都非常鼓励说 也许它是有无常设斩感 就这样做 就像虎台阶楼也是一样 它其实有个固定的形态 剩下的东西 我们就用插件的方式 去做一个分析 记者会中 由北北基陶四县市 共同宣示 对文化平权的重视 扩大文化平权版图 整合现有疫毒系统 号召更多的场馆加入 使疫毒概念更深入生活 一开始大家可能会 你同刚刚面所提的 不知道要怎么样来 就是那个疫毒的部分 要怎么样来推动 所以其实我们在 第一年的时候 有一个类似 就是SOP的一个 一个疫毒手册的 制作的SOP的一个 手册给大家 那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它从整个文字 应该要怎么样去撰写 然后整个版面 排版要怎么样的去做 整个美术编辑的设计等等 都有一定的一些 我们透过一些学者专家的建议 然后去编制住那样子的 一个手册 那管所 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正向 看待这件事情 毕竟文化平权 在大家多年推展之后 其实大家更容易理解 要怎么样让大家 更有禁用权 文化禁用权这个概念 那可能有一些管所 因为毕竟 这个手册制作 也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要有人力的投注 对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 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 管所来做推动 那如果大家 看到其他管所 做得也不错 其实就会互相观摩 那像我们今年 就是除了持续的 有新的管所手册的 编制之外 也会推动论坛 还有工作坊 导览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 更多的经验的交流分享 那可以把自己 可能在做这个 推动的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经验 都可以跟其他管所 做一些讨论 那就是可能 有好的部分 大家可以互相参考来推动 那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讨论客户 文化局表示 截至今年底 预计将完成制作 23本管所一读手册 并提供一读设计指南 以及一读导览手册电子档 免费开放民众下载阅览 并鼓励心智障碍者 透过机构向文化场馆 预约一读导览 号召各县市一同加入 推动文化平权的行列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这一读导览推动文化 是在那里的移动中 的移动中 在那里的形态 并不懂得